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五月份运势 五月是2022年一个重量级的月份 那么这个月份我们很容易感到震惊 震撼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点惊恐 不过这个月份就是要让我们脱离现状 这个打破框架 甚至我们要走一条新的路 如果你是很抗拒改变的人 当然你会觉得这个月不是很好过 不过如果你可以抱持一个归零的心态 或者是抱持着可以尝试体验新东西的心情 我反而觉得五月你可能会觉得是不错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的心象如何 五月份有几个重要的心象 第一个就是日月时 通常一年就是会有两次的日时跟两次的月时 在五月就是各一个 五月一号的金牛座日时 它启动了天王星的力量 各位你要知道天王星就是闪电 而且这个闪电就有一种 好像要打破一个框架或是打破一些东西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样的改变会发生在跟金牛座有关的事情 比方说金钱啦物质世界啦现有的状况啦 那当然大家可以预期可能在国际情势或者是金融的一些状况之上 会有一些变化 再来呢五月十六日呢是天蝎座月时 日时呢通常就是在新月就是农历初一的时候 而这个月时呢就是满月 这一个就是新月一个满月 只是它们的能量更放大 那么天蝎座的月时呢 它的太阳在金牛 月亮在天蝎的这个轴线 这个轴线呢往往会跟什么金钱感情 全力斗争有关 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月时啊 它启动了土星的力量 那这个土星呢在水瓶座 所以呢其实在月中的前后 你会发现可能大家会为了这种钱啊利益啊感情的纠葛 而有一种就是类似阶级的斗争抗争 这种状况是比较多的 同时这一个月时它也启动了火星跟海王星的能量 所以很多事情它可能也会有一种 很疯狂的爆炸性的这种改变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月份啊 我们要有一个转换一个新的心态 就是很多事情我们要知道 可能过去的方法它没有办法再执行了 我们要转换一些思考角度迎接新的方法 那么再来第二件重要的事呢 就是在5月10号到6月3号的这一段时间里 我们要面临水腻了 那水腻当然大家会很担心害怕啦 对不对交通沟通难免会有一些状况 不过我们知道水腻的重点是在什么呢 帮我们重新检查一下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 让我们呢重新试试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也许呢可以做做看像这个市营运的概念 那你想想看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月份里又遇到了水腻 肯定就是老天爷告诉你 以前的路不要再走咯 我们来做一些新的方法 它有这样的意涵 同时呢水腻呢它从5月10号逆行 可是它其实它的这个影响啊 往往在5月初就会出现了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节外生枝的现象 或是会半途杀出个陈咬金的状况是很常见 那都告诉我们不要急 那么水腻呢从双子座一直逆行逆行逆行 到23号的时候呢它会进入金牛座 所以在6月初的时候呢 它要顺行的时候是在金牛座 所以这个逆行呢它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意见 就好像水腻在双子座一样 可是呢最后它要执行 要能够成功的话 其实要回归到金牛座的路线 就是你的预算够不够啊 你的时间够不够啊 可不可行啊 要很务实哦 所以这个月份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星象呢 我觉得很多人会很雀跃 那就是呢木星要转移星座 木星呢代表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成长 幸运的趋势 那么在5月11号之前呢 它都在双鱼座 所以呢其实在5月11号之前 这个水象星座的朋友 比方说巨蟹啊天蝎啊双鱼啊 呃也许你会蛮幸运的 或者是你觉得没那么幸运 可是是有好运在祝福你保佑你的哦 可是呢5月11号开始 木星要进入白羊座 一直到10月28日的时候呢才会退回来 所以这段时间好运呢换人坐坐看 换谁呢 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白羊 狮子跟射手座的朋友哦 是要恭喜一下这个火象星座的族群 那很重要的是 因为木星代表的是一个幸运成长的 这一个启动 来到了代表这个十二星座之首的白羊座 所以很多新创的事业啊 新的科技啊哦 比较新的或者是年轻世代的东西 它会蓬勃发展 当然白羊座的东西也会跟什么科技啊 军事是有关的哦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看看 那接下来呢 到了5月21号之后呢 就进入了呢双子月份 那个气氛又开始更为活跃了 那我们来看看特别新作的运势吧哦 那这一个月份 我觉得最重要要注意的呢哦 一定是人际关系 因为这个月就是有那种 权力啊 爱情啊 金钱的纠葛 那么在感情上面要特别注意的第一名呢 一定就是金牛跟天蝎 好不好 如果你的上升或太阳在金牛天蝎的朋友 这个又要特别留意 你很容易呢 有突然想婚了 或者是突然想离婚了啊 或者是你突然想要跟对方分居了 保持距离了 但是呢 你们也会面临一个现象就是 会有现实跟传统的压力啊 比方说父母觉得可以或不可以 或是大家会有个不一样的眼光 呃 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升太阳在金牛或天蝎的朋友 这个月份其实要好好问你自己 爱你所选 选你所爱 更重要的是你不要想讨好每一个人 那么第二名的呢 我觉得就会是上升或太阳在 狮子座跟水瓶座朋友 基本上呢狮子跟水瓶在这个月份呢 它的改变往往是在社会地位 甚至工作上还有居家环境上 可是呢你要知道很多人际关系 也会跟这个有关 比方说你嫁为人妻对不对 或是变为人夫 或变成父母 或者是你可能在这个婚姻的关系 或合作关系里面调整了你的社会地位 那当然它也会跟你的人际关系有关 那么上升这四个族群 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会跟钱有关 比方说大家要一起生活 钱怎么出 或者是说呢大家要这个 离婚了那是不是财产啊 小孩的赡养费啊要讨论一下 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要特别留意 不过呢 反过来讲有另外一个族群 很happy很快乐 那就是上升或太阳在白羊 狮子还有射手座的朋友 没错狮子座呢又重复了 它就有一种好跟坏都有的现象 那这个族群呢很容易有桃花 有恋情跟吃喝玩乐的机会 同时白羊座的对公星座天秤座 它一样也会有这种很多吃喝玩乐 或者是有一些浪漫的机会出现 所以这个族群其实是非常的愉快 记得是白羊 狮子射手 还有天秤座 那么补充说明的是呢 在这个月份的日月时呢 它其实会影响上升或太阳在 摩羯座的朋友 那它的爱情呢不一定走向婚姻 可能是在玩乐当中遇到心动的对象 有闪电的可能 当然如果你是摩羯座 又想要有小孩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月你可以好好考虑 是比较努力做人了 那么讲到了这个大的改变 当然大家也会很在意就是事业 这个月呢 事业运最大的变化 其实是上升或太阳在 狮子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这个月的试作呢 很容易有一个全新翻新的可能 比方说你想要离职啦 你想要转职啦 换单位啦 做新的东西啦 被外派啦等等 试作会有一个新翻转的一个现象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翻转啊 那肯定就是什么 你换老板啦 公司内部组织有调整啦 反而是你的环境变了 那么水瓶座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很容易有搬家啦 迁徙啊 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人事有一些变化 所以你要跟着改变 比方说打算要照顾家人 所以呢上班时间要少一点 所以你换工作了 或者是你可能考量到未来的家庭生活 你选择了不一样的事业发展 这都是有可能的哦 那当然了第二名呢 就是这个上升 或太阳在金牛跟天蝎重复 因为金牛跟天蝎很容易跟人的这个关系啊 有变化 而且带有钱的议题 比方说你可能本来跟人家合资合伙 现在可能拆伙了 那就是工作有改变啦 或者是你本来是想要工作 但是现在你打算要跟别人合资合伙对不对 或是你要这个分家业 它在这个职场的上面上来讲呢 其实也是会有改变的现象哦 那么我觉得这个月其实 在工作上应该比较愉快的是 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 巨蟹座呢前面也比较辛苦啦 不过这个月你会发现 哎 它在团体或公司里面 特别有表现的机会 因为巨蟹座呢 平常把大家照顾的很好 也很懂得经营人脉 那么在这个月份就可以怎么样 有强强联手的机会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 人际当中比较复杂的一面 我觉得你只要小心谨慎 是可以处理的很好的 那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是漏网之余啦 应该算上升或太阳在 处女座的朋友 处女座朋友呢 有点可惜的是呢 它这个月的运势是长多短空 那么整个大方向啊 成长机会是很好的 可是呢 因为水星内行 我们知道处女座 就是水星掌管的星座嘛 所以这个月它往往会觉得 哎 这计划很好啊 大家也都愿意支持啊 怎么老是好事多磨 怎么老是瞧不定 怎么老是插临门一脚啊 所以呢 处女座朋友 我会建议你在这个月 放轻松好不好 有些事情呢 这个慢工出细活 坚持到底越来越好是可以的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是 财运的部分 这个月呢 我觉得对于上升或太阳债 白羊座以及天秤座的朋友 非常适合理财 因为日月时 它会给你很大的动力 比方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还债了 我是不是应该要借钱做一些新投资了 我是不是应该开个银行账户 来做点什么事情了 我是不是应该买这个 卖这个 卖这个 买这个 我觉得呢 如果你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自己财务状况 或者是 你可能看到一个不错的买卖机会 好好把握 我觉得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那另外一个族群呢 是上升或太阳 在这个双鱼跟处女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呢 生活多彩多姿 然后呢 也很容易花钱 花在学习啊旅行啊 这个交通费用啊 买车卖车 或者是要处理动产不动产 一些交易的上面 呃 当然 我觉得花钱花的值得很重要了啊 最重要的是呢 我觉得这个族群 在这个月份很适合投资自己 好不好 投资自己呢 是稳赚不赔的 那我们好像都没有讲到双子座对吧 哈哈 双子座的朋友呢很有趣啊 在前面几个月 我们都讲它是排行很前面的 可是这个月份 因为水星逆行的关系 我会建议双子座的朋友 放慢脚步啊 停看听一下 所以呢 你可能稍微休息一下 或者是呢 你先到幕后做一些准备 跟检讨 那当然有可能你会发现 你需要解决一些 跟工作啊 人事啊 甚至健康上的小问题 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之后呢 5月下旬 5月底之后你会越来越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整体的5月份运势 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的 面对5月的一些新变化 开创自己的未来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